之前新聞比較有說 那個超過的 那真的是烏龍 誤會真的是誤會 就是我覺得年輕人 你不要太緊張好不好 大家都可以好好交朋友 你去找老公嗎 什麼事情到找老公 他壓力很大 應該是說剛剛 其實我今天已經開玩笑了 說卡號給我們 我們來幫你可以訂工 女兒太想我了 所以她希望我是最後一名 趕快被淘汰 希望我可以趕快回家 所以一開始是這樣 但後來看到我 有一些舞台上的表演 當然他們也會很喜歡 只是會很想念 因為畢竟離開家的時間比較長 那真的是烏龍誤會 真的是誤會 所以我覺得年輕人 你不要太緊張好不好 大家都可以好好交朋友 我三個女兒裡面 最有律動感跟最好的就是波妞 對 其實我在練跳的時候 她旁邊聽那個音樂的律動是非常好的 我們家有一個小櫃子 其實就是平常我會帶一些簡單的飾品 或什麼 每天都在開我那個櫃子 或者我起床的時候就是化好妝 帶好我的東西 然後就是非常開心的 我覺得女生是天性 所以其實剛剛我自己也拍了很多動態 因為他們知道看到媽媽穿這樣子 他們會非常開心 像公主 對 最愛漂亮嗎 最大白 真的是波妞耶 你不要看她笑 她真的是 她其實沒有了門牙 她還是很愛漂亮 然後口紅擦最紅 眼影擦最深 珠寶帶最大 你知道有最亮的她就會戴 所以應該還是她 會 只要你們想得到小女生會做的事情 她都是第一個先做的 對 因為我個性比較 怎麼樣 比較 某部分蠻保守的 但是後來我了解到現在很多年輕人的世界 其實你用不同的眼光去理解他們的時候 好像很多事情都沒有什麼了 你就會都能接受 然後也會跟她討論怎麼樣的方式是好看的 或者是怎麼樣的美感 我也要理解她 她也要理解我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好的一個 一個親子的共同吧 其實我發覺 父親帶女兒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因為他們就會不會 很多時候不會耍賴 然後很規矩 其實我可以舉個例子 就是之前她自己帶他們去滑雪 我聽我先生說 他們早上起來自己換好水衣 然後自己就把早餐啊什麼 冰糖倒牛奶都全部弄好 這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他們 所以就是 就是你會覺得說 哇 原來是這樣 然後我一回來就是那個規矩會打亂 就什麼的媽媽 媽媽 我說你可以 不要一直只有媽媽嗎 其實還有爸爸 但是我不在的時候 其實是不大一樣的 就像這個樣子 我會不會太熟悉 其實很高興 我不會太熟悉了 勇哥 我會不會太熟悉了 如果不是不一樣 我們一起去 太熟悉了 太熟悉了